一群人準備進入台北橋 捷運連開宅看屋 他們是大龍國宅的住戶 現在居住的房子 被認定是海沙屋為樓 表定5月15號拆除 北市府因此鎖定了台北橋連開宅 要安置國宅住戶 這可讓原住戶欺詐了 問林課長 我說為什麼他們要來參觀我們社區 他就說因為他們要社區 他們國宅要改建 所以他們只是來看一下 我說是這樣嗎 那你們沒有要把它當作中繼住宅嗎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純粹只是來參觀 据了解大龍國宅的住戶 移住5年房租由北市府買單 而目前台北橋的兩房房型 釋出了208戶 但因為租金過高 一個月要2萬多元 因此只有142戶申請 中籤率100% 台北橋的住戶 其實怎麼也沒想到 社區先是變成社會住宅 現在又加碼中繼國宅 因此不排除 有下一波的陳情動作 跟我們有一個協議 就是說如果21號 那個申請期限滿了之後 沒有滿足 他們會暫停這個動作 試進駐的狀況 跟管理的狀況 大家再坐下來協商 連開宅21號申請最後一天 目前四個地點一共570戶 以台北橋站的戶數最多 中籤率將近四成 戶數最少的港前站 中籤率則只有6.5% 平均的中籤率為34.5% 其中套房最為搶手 四處連開宅 共有261戶 中籤率只有23% 台北橋站 因為戶數最多 中籤率也最高 但現在市政府突然帶 大龍國宅的住戶參觀 還打算當成中繼宅來使用 也讓連開宅話題再添一樁 也有流浪和佔要紅台報道